兩隻雞他就沒辦法打 我可以打雞蛋 馬鈴薯 打雞蛋 他怎麼會這樣 他這就沒力 他都在做主播 手這樣漂亮 我有時候去打工狗 看有時候賺錢嗎 他就 那妳要忍得住他的挖苦 妳就說 對啦 媽 妳看妳這個二頭雞這麼強 我就幫妳打我 不是真的 對 你就是要忍得住 那有些人其實就是 忍不住那種挖苦 那媳婦會覺得 妳通通都要贏 妳又不照我的 可是這個技巧 其實用得對的話 婆媳之間是可以很親近 就是那種媽咪的感覺 妳這種技巧 放諸四海接準 不管職場上對老闆 審別人對老公 妳好棒喔 我都不會 那我這邊要補充 就是有四點 就是說很多 公婆的媳婦的問題 就是說很多媳婦以為說 犧牲小我可以完成大我 然後來圓這個愛情的夢 那其實後來才知道說 生活都是每天的挑戰 那麼生活習慣是養成教育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適應的 所以妳 一定要有長期 抗戰的心理 對 第二個就是說 入鄉當然要隨俗 如果你不能隨俗 如何變成家人 尤其變成好家人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經過時間的考驗 妳仍然不能夠適應 這時候妳就要坦承溝通 因為妳剛開始可能委屈 為了要求全 或者就是說 我不要來冒犯她 可是如果你經過長時間 這時候妳就要坦承溝通 說出自己的想法 那麼溝通的態度一定要 剛剛那個鄧醫師也有說過 先獲得對方的諒解 或者他們的理解 而不是等到不能忍耐的時候 再像火山爆發一樣的抗爭 抵制或衝突 那第四點就是說 為何人家會說母子憐心 就是因為母親和兒子 叫好說話 不要老是讓媳婦來當壞人 這是要跟兒子說的 要把她當作此意人之也 這個媳婦也是別人家的兒女的觀念 然後跟母親小以大意 告訴母親 她永遠都是最愛她的 那媽媽擺第一位 媽媽如果媳婦跟兩個媽媽 她跟疊下河的話 妳一定說我先救媽 我沒有再娶婦 媽給她一個而已 但是在太太這邊 妳放心 我媽媽的利用價值只有這樣子 雙面手法是不是 所以今天其實我覺得 我們提供了蠻多 不同的這個建議 那當然每一個人的 水深火熱的程度不太一樣 但是也看到我這麼多過來人 其實反正 我覺得妳選擇的之前 先探聽好 那選擇之後呢 就要靠妳的人生智慧 祝各位這個婆媳啊 還是能夠相處愉快 而且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啊